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到學生主場 我們上一節也說了私生戀 我們又輕鬆一點 昨天也有一件很大的盛事 在無記電視搞了一個分獎典禮 這個叫做 Share Bonus Card好獎分級來呈現第一屆無記電視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 為什麼你會陪了這些 你有沒有看 我昨天其實沒有空 但我知道很多人都做了很多轉播 很多團體 很開閒 我想就算是無記 他們都沒有想過效果會這麼好 我看很多人都說撲不到飛 還有你外面的敗間 像沙田 後面的大會城前那裡都滿了 有人形容這個是世界杯式的城市 你不單止衣館爆滿 衣館的時候買飛 好像幾分鐘之內就沒有飛 然後就去到 昨天有NOW有直播 接下來講這個 Youtube上面也有很多強行轉播 所謂的 人們將自己在家看NOW的畫面 或者電腦上面的直播畫面 再直播上Youtube 也有很多人在上面看 當然更誇張就是有戶外的即時直播 有幾個位置都這樣做 其實整件事很誇張 其實其實 真的想不到這麼大 當然啦 因為他只有一場 這個就 所以就變成他容納到那個人 在那個場館裡面就少一些 假如他可以多搞幾場 其實就未必有這麼誠大 他那個成功的 做到這麼大的效果 有一個特別的因素 是因為他只有一場 假如你王子華的棟篤少 都是只有一場 可能都有這個效果 所以就 蝕了 他只有一場 但我又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如果他不是因為一場 我會弄得這麼大 也可能是 因為他要聘請這麼多的嘉賓 有這麼多的人 那個迴響很大 其實我今天起床 在Facebook 或者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是被人洗版 在講的一件事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們作為一個娛樂團體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叫 因為他們都是一百瓦過來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他們搞完這場 之後那些人就不停瘋狂洗版 對他們是一件好事 或者宣傳他們 但是可能對整個社運界 或者是一些合作上 可能不是一些好事 為何這樣說 因為有一個說法就是 他們在消費這些資訊 其實很多源頭的東西 或者很多新聞的報導 其實他們就拿出來 然後有一個很搞笑 很歡樂的形式 報導出來 很多人看完之後 就會笑完 抽完水 然後就當沒了一件事 但是可能他們不會帶到一個 很有效的訊息 就是跟這班人說 究竟他們可以怎樣出來 怎樣可以令到政府 或者怎樣做好一些某些事 就是他會把整個很嚴肅的話題 變成一個很輕鬆 你覺得不是一件好事嗎 不是 我這樣看的 他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令到一些平時 不太接觸這些政治 或者叫做港珠的一些香港人 就去認識一下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去到 然後再想背後少少一個級別的話 就未必做到 是的 其實我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其實一百毛 現在所謂大家很留意的毛記電視 其實是源於黑字 我認識 可能再之前做了一些 我不知道 我的理解就是源於黑字 然後就出現了一百毛這本雜字 然後到二零一五年的時候才出現了電視 那來說 其實我觀察到 從一開始的黑字開始 其實他們不是想說那麽多政治的東西 所以可能一開始其實他們是想傾向做一個叫做 年輕人的一個時尚的雜資 類似這些物體 他們會去和你分享 譬如一百毛 是有一百條的那些網絡的趣事 又或者是一些有趣的東西 所以通常他們會說職場 或者是說感情 什麽都有的 總之一百條這些有趣的資訊 其實政治可能也有些 始終社會時事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但我的理解就是他們不是一開始 不是主力想做這件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既然他們一開始根本就不是主力想做政治 或者做時事 他們不是想做一個新聞媒體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對他們的要求又不應該那麽苛刻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現在他們不是一個熱血時報那麽的東西 他們不是一個頭條新聞 他們一開始由黑子到一百毛 其實想做一個年輕人的雜誌 再老實地說他想賺錢而已 一個做一個年輕人看的平台去賺錢 將他的急速政治化 其實就是由無界電線開始 然後才是再 他一開始的六點半座新聞報道 我由第一集開始看 其實一開始都不是打算講那麽多政治 其實都講了很多身邊的趣事或者娛樂的事 通常都講一些網上一些有趣的片 一些有趣的 甚至買廣告 再簡單一點 通常可能講這些東西 是到了近期 現在才開始 尤其是網絡23條那一陣子 可能踩著他們自己 即是他們都覺得生氣了 你現在殺到來 我就要反過來 其實他是近來這幾個月才急速政治化 其實整個媒體 還有當然勁曲金曲這個節目 他們很多的改編歌詞 其實這些的改編詞 其實這個節目 勁曲金曲這個節目 是最政治化的 因為他們很多的改編詞 都是用一些政治事件 例如他們一開始就已經是抽雞腿水 其實我一開始理解都是純粹搞笑的 但其實你這樣講 先講回第一步 其實你覺得他們在網絡世界裏面 其實他們是做了一件 就是叫做濃縮了這些網絡的笑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件不是 一件真是那麽好的事 即是我覺得 那沒辦法人家是賺到錢去吹嗎 即是他們是將一些東西 即是像是濃縮完再餵給你吃 但其實他們自己未必是說真的有去創作過 人類是喜歡這樣 就是喜歡吃雞精 好像台灣有一個人叫古阿摩 他就是做這件事做到風山水 他就是不斷把每一個電影的內容 濃縮幾分鐘 人類是喜歡看這些東西 那你之前想不到嗎 我覺得你又不可以掛人 其實人人都做到 看完電影之後拍一條片 簡單簡單的 他沒有什麼技術的 他剪片簡單的人都懂的 即是你和我都剪到的那些片 簡單的錄三分鐘 說真的我覺得賣Radio比他們更好 那你吹嗎 你賣Radio就沒有他賺到那麽多錢 那賣Radio不是為了人家賺錢的 那人家是 即是大家都記得課金給我們 市場不同 所以應該這樣講 你賣Radio的市場是希望面向一些 即是比較已經覺醒了的民眾 但是你現在講一百無一無極 他們的面向是向著一班 其實是港豬 或者廢青 所謂 而這一批人就是佔大多數的 所以為何他又賺到錢 很簡單的道理就是 你面向著一班大的人 可以做到這些 因為這一班廢青 是不會看無線的 亦都未必會 亦都不會看忽然一周的 不會看一周行的 不會看東周行的 那這班人其實是沒有東西看的 以往是 你想一下 除了上網之後 他們沒有東西看 但上網又太多東西 又看不完 亦都覺得差一點 那你就製作一本雜誌給他們看 就幫他們篩選了 就告訴他們 今個星期日有什麼好笑的 那些人就是喜歡這樣 這個年輕人 現在的市場是壟斷的 你除了這一本之外 你還有沒有類似的 可能有些專門講打機的雜誌 有些可能是專門講化妝的雜誌 講時裝的 但是就是沒有一本 是大集會的 或者是專門搞笑輕鬆話題的雜誌 所以你叫做時尚的類似 即這些是無的 就是找到市場的空間 你催不上 其實他在商業模式上 我覺得他很聰明 所以他很聰明 那些是去批評一百毛 去將政治娛樂法的那些人 其實你要看回他本身 不是想用這件事來目的 只不過就是什麼呢 其實可悲的是 最後我們發現現在 現在這個社會上一些搞笑的事 竟然全部跟政治有關 這是可悲的事 我深信 假如這個社會上 有其他更加搞笑的事 例如可能那些 有些搞笑的片 或者在街道做一些按鈎的事 那些他寧願報的 他都不會報的 那些政治都這麼困難 他們說真的政治正確很困難 但其實你覺得他這樣去做 所以我覺得是不可以 對他們太高要求 即是不要當他們 即是你不要期望他們 會是做一個 即是這個社運的領導的角色 或者不要期望他們 會成為社運的媒體 他們根本沒有目標 要令到港珠 變成一班勇武的人 你根本對他們有錯誤的期望 但你如果作為一個社運界的人去看 那其實你覺得他們 即是好像你這樣說 他是為賺錢 但他這個消費 一個 即是怎樣說呢 即是他現在其實都在 這個我又是要表理那班 這樣的社運界 如果你覺得他是消費了你來賺錢 那你應該檢查 為什麼自己賺不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這些東西是你自己的 即是譬如你覺得這些社運的東西 他是消費了你的 那你應該要檢查一下 你覺得你是社運的主人 那為什麼你自己 不可以消費到這些東西出來 你看到學民思潮是嘗試做的 他們自己 做什麼破折號 去嘗試消費自己 那別人是 當然沒有做得那麼成功 但是這個可能 你檢討 為什麼你學民思潮 自己消費不到自己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社運界 如果你覺得 你這樣消費了我的成果 其實很多這些論調 譬如有些人說 某些政客 是消費了一些 本土運動的成果 所以才拿到選票 那我都是很簡單的奉勸 那你們是不是出來參選 應該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不跟別人去消費你的 你很應該出來 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這些是屬於自己的話 當然這個是屬於自己 還是屬於大眾 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假如那些人覺得是屬於自己的 那你應該嘗試自己去做 網媒是否這麼難做呢 不是的 其實很容易的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你是有這個恆心 人家一百瓦是有一個恆心 因為為什麼 他每天會出片 OK 其實有時候看回一些Youtuber 譬如Dat哥 他都說每天都打遊戲 你試不看你去 有一個恆心的紀律 在那裡才能消費到你 很簡單 你其實都可以去做 我會覺得你越是眼紅人 或者去 當然有抵鬧的地方 你說鬧鬧完很爽的 但是我更加要深入去思考到一層 如果別人可以generate到一些錢出來 為什麼你做不到 你是不是可以反應 反而是用一個角度 可不可以參考 人家一百瓦成功的模式 來做一些可以是我們自己 社民家或者是 那些人覺得自己 眼紅的人 他們只是一個界別 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些類似的事 來參考他們 來賺錢給自己 也等於選舉來說 你不妥 譬如你不滿意新民主同盟 或者不滿意青年新政 退黨 不是 你覺得他們是消費了一些本土的意識 而贏了議席回來 那很應該 你就出來參選 或者去組黨參選 來挑戰他們 去參考他們成功的模式 去學一下 為什麼新民主同盟可以拿到這麼多移植呢 拿到這麼多錢呢 你就去參考他的模式 然後自己去做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政黨 或者自己出來參選 所以我很欣賞本土民主前線 這次出來參選 因為合理 即是補選那次 是的 現在這次這次 合理的話 整件事是說 你楊岳橋出來拿票 你拿很多的票 其實是可能是 去參考一些語革之後 覺醒了的民眾 其實楊岳橋也想拿這些票 甚至可以用網上的媒介 去 你看到很努力做什麼Discay 那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自己也看到 有一點點噁心 就是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最不喜歡 就是他全部sponsored post 即如果你是玩網上媒體 其實你是靠share和like 可以製造無限的商機 不應該是靠這個sponsor 但你見到他sponsored 其實就已經不太想理他 做得比較噁心一點 這樣去說 當然你說 對投票應該撐哪一隊 我自己都沒有定論 OK 不是啦Fantasy 不如你又去補選吧 你肯定可以直接宣布 如果不是這樣說 當你覺得有這個認同的人去參選 那你就支持他 譬如我覺得本民前參選 是一件很逆得認同的事 楊岳橋去選 我都覺得很值得認同 喂大哥 公民黨沒了位 我對他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這個東西來說 覺得對 我看到他們認同的 已經出來選 也不需要 即我不會去眼紅本民前 你收割了我的 你明白嗎 即是本土派的水 是呀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還是跟他選過 或者搞本土派初選 即是明白嗎 有些人 覺得你本民前 偽本土 你出來選 就是想收割政治的光環 你就出來跟他選 你明白嗎 我現在又沒有這麼想 所以我就會出來選 很簡單 這個道理 而且也沒有意思 很貴的 老實說 要生皮 按金 那你有趨耀的意識 我沒有 我沒有 是吧 說的 這個就是 說開又說 但是就說 你愈向眼紅別人一百毛 去做到這個效果 那你不如參考他們的成功模式 將這套模式搬回來給自己 去做一套你自己會認同的事 這個是馬上去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我又想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 我們經常在搗盡民建聯 他經常用蛇齋餅 這些方法 或者怎樣 其實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學不到他這一套 你不是參考別人嗎 參考 你搗他有什麼用嗎 人家派蛇齋餅 你派不起的 你就派安全套 這個人很欣賞 我覺得欣賞 我的樣子 他規拒想到 我想不到 老實說 我派不起種 我就派安全套 再派不起安全套 我派紙巾給人打飛機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最重要的是 人家又派種 你派這些時候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可不可以派同事 去接觸到那個人 或者去學到 去宣揚他的理念 因為你派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令到那個人 肯站在那裡聽你說話 你明白嗎 當他要收你那個種的時候 他一定要來的 一定要聽你說的 你不說 你不聽我 你不要要我的種 是不是 人家經常罵 建制派經常搞旅行團 旅行團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 他來你的旅行 他一定要坐在車上聽你說 你喜歡在車上面 那一程車呢 那些人說搞大陸團不應該搞 本土派搞什麼大陸團 我覺得不是 你腦袋就一直沿著 這個深圳 然後到東北上 一路撩一路撩 沿途指著旁邊 不停撩 你告訴那些香港人 大陸現在的面貌就是這樣 大家是不是想香港變成這樣 你可以用這些時間空間 去做很多這些事情 你不可以只因為 建制派做了這些事情 你就不去做 而是你應該想 怎樣去參考人家的模式 然後搬到自己的角度去做 人家搞大陸團 我們都可以搞大陸團 以後再跟別人說 一路沿著跟別人解釋 大陸的情況是怎樣 究竟有煙煙漲氣 所以你去吃大陸的食物的時候 你都問回大家 其實 大家要思考這些食物 是不是安全 可以信可靠 就是你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或者你去認識民情的時候 就是這個 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在背後去做 在沿途你喜歡 在那一程車 你就在那邊講乘邦論 沒問題的 但是最重要是有班人都坐在那裡聽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你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令到一班 師奶 阿婆 阿嬸 坐下 聽你講乘邦論 聽三個小時 你想不想到這個方法 我想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立即參考的地方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如果有眼紅別人 不如參考人家的成功模式 搬進來 對於這個毛記電視也是 其實毛記電視也叫做 我這樣看 他在網絡上面 他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你看到 為什麼他會這麼多人出席 還有他出席很多人 都叫做 有料 或者有頭有臉 就是賀國榮 或者是小風姐 我以為小風姐會上去唱首歌 我以為是 原來沒有 其實他們可以做到這麼大 我不管他背後資金是怎樣來 或者是 究竟他親不親共 或者這些立場的事情 就是我不評論 但他們其實這個模式就很好 但我相信很多人 其實反感的一件事 只不過是他們怎樣去把這件事做消費 或者是究竟他背後的黨員 或者他喜歡親邊一邊的派別 那一方面 就是標籤化那一件事 其實你見到他們都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一百萬的媒體來講 我覺得就值得觀望的 譬如你看到他們現在 拿了一些知名度之後 其實做的都越來越多 他們開始都知道自己 有一個社交責任 例如 剛才我講的網絡23條 他們都出了很多力 拍了很多片 而這一個 李波失蹤之後 也都搞了什麼 多國語言的 其實我估物論這些有沒有用呢 說真的用途不大 你難道拍完這個阿拉伯文 就可以叫到ISIS 幫你去深圳 那裏拯救你 不會 但是就 但是就 你看到他有心的 知道自己現在有了這樣的能力之後 能力越大 實驗越大 我覺得不能夠給太大的壓力 以及期望給一個其實本身只一個 想著賺錢的媒體 如果你覺得你不服氣 不用給他賺錢 你就不太好看就可以了 我覺得就 因為他又不是想著參選 又不是想著 他一本又不是一個政治界 或者是思論界的東西 他只不過是商界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不值得 不需要 其實說這麼多都是浪費口水 但你個人來說 你知不知他們 即是不要理他 是不是賺錢 你平時有沒有看開 或者怎樣 沒什麼做 就當娛樂 看看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喜歡 改歌詞 那些 我都喜歡看勁曲金曲 所以覺得 其實都挺有趣的 那些歌詞 那些歌詞都挺絕惑 當然我不知道是否林日希 一個人改了 還是怎樣 我如果都挺欣賞 就是他一個人改了 所以就 當娛樂 我覺得無妨 其實是否說 作為一個政治人 或者作為一個對政治有熱誠的人 是不是就沒有 代表自己 二十四七 都一定只能夠認真 去對待每一件事 是不是不能夠 一些娛樂的空間 去放鬆一下 那我覺得不是的 那你 已經每一天 對著這些無稽的新聞 已經是很痛苦的時候 那就是有些機會去放鬆 一個禮拜 看那幾分鐘的 那個勁曲金曲 是不是真的這麼十我不捨呢 那我覺得 不是 那當然 至於 看完之後 是不是會出來做事 去改變這些 其實我覺得就不關那個節目的 如果那些廢青 他本身真的會走出來抗爭的 其實有沒有無忌電視 他都會走出來抗爭 如果那幫人 本身是不會走出來抗爭的 有沒有無忌電視 他都不會出來抗爭 不會說 因為看完那個節目之後 本來想抗爭的 看完 好棒 舒服了 不抗爭了 那不會的 不會有這種人出現 所以你去說他 令到消費了抗爭情緒 是沒有意義的 抗爭情緒本身就不存在 那怎樣消失呢 其實反而我覺得 我們現在要觀望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他會不會之後 賺到錢了 知名度高了 為了更大的利益之後 可能 向一些惡勢力低頭 反而我們要 會不會突然變成建制派的喉舌呢 其實這件事正在做緊 那些人說他 就是找這個shel來做贊助 是 shel已經是 又說破壞不極之類等等的一些 其實我覺得 很簡單 人家一開始都會說 你看到別人是一個 賺錢的機構 那別人給錢你去交 他又不是一個環保機構 是不是 如果你很簡單 你覺得他找了一個shel 你不滿意的 你就不看了 是不是很簡單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 武記電視這個組織 我覺得是 不是組織 是一個公司 是一個公司 不過他們都含追 現在說 明報要賣這個100毛的股權 嗯 是啊 看看誰肯接 這些純粹利益的關係 分分鐘賣給紅色資本 說不定有個中國式的陰道 然後找了他們 不過 也挺觀望的 我覺得又不需要踩死他們 始終都是一個 叫做新興的網絡媒體 看看吧 有空就看一口笑 不需要這麼認真 凡事 這樣說 就這樣吧 來到這裏 我們的節目都到尾聲了 到尾聲了 下星期再見 大家再見 好 大家再見 拜拜 來看 大家再見 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